各位曾經的來賓、老師們、同學們 我今天想談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談談非常非常宏觀的走路 看看人類歷史發展到目前是一個什麼階段 面臨了什麼問題、怎麼解決 第二個問題 想談談中國經濟的可持續性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 中國經濟發生的非常大的表現 我們現在站在一個什麼位置上 先談談同一個問題 非常宏觀地看人類發展的歷史 為什麼要從宏觀地點多大 我要做一個比喻 我們在太空看地球 你可以看到各個大洲它的外形 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拼圖 拼得起來 這就是給我們大陸漂移的學術 提供了一個很直觀的證據 這是一個空間的宏觀 我們有沒有能力做一個實際的宏觀 幾千年、上萬年的變化 把我們帶到一個什麼位置上 我們觀察什麼 我們觀察什麼 指標來看宏觀的變化呢 我覺得有兩個指標 一個指標就是人口的變化 第二個指標就是人的受命的變化 從人口變化來講 現在比較有根據的一個數字 就是公元元年 2000年以前 外社的人口是兩億三千萬 這是根據麥基森教授的書上的數據 這個數字是比較可靠 也是更古老的數據 就沒有了 只能推測 到了1920年 就是從這個公元元年 兩億三千萬人 到19世紀初 1820年 人口增加到十億 增加了大概四倍 從養一三變成了十億 1820年到現在 二百年 從十億變成了七十億 這就是人口變化 大概也是變化 如果我們再往前推 一千萬年 人口開始增長 是在一萬年以前 發明了農業 人的食物 有了保障 人的居住地 穩定下來 因此 有了人的主持 然後出現了 這個部落 出現了國家 從一萬年以前 到公元元年 就是八千年 八千年中間 人口的增長率 低於千分之一 年增長率低於千分之一 現在我們的人口增長率 差不多是百分之一 人口的變化 如果我們畫一條水線 可以看到 在一千萬百年以前 幾千年 基本上是一條水平線 稍微長長了 翹一點 到了一千萬百年以後 忽然之間上升了 從十多億增長到七十多億 只花了二百年 二百年的時間 這是人口的數字 我們看獸物的變化 也是這樣 我們從考古人類的時期 的方便可以知道 他大概是活到什麼歲數 在公元元年的時候 人的壽命是二十四歲 到十九歲 十四十四歲 一方二零年 二十六歲 現在呢 大概是六十九歲 差不多為七十歲 當前人口總數是七十六億 人的壽命 差不多是七十歲 我們可以看到 在最近的二百年 發生了非常重要的一個變化 跟過去漫長的軌跡完全不同 那麼是什麼原因 因爲造成這個變化呢 我的痕跡 就是市場自古的出現 很多人認為 是科學技術造成這個變化 我覺得這個看法 比較難多淺 因為 所有的科學技術 要照顧人類 必須經過商業法 比如說 我們現在用的數碼相機 取代了焦點 產生效果 為什麼能夠有這個取代呢 因爲它成本機 效用好 一切的科學技術 要通過商業化 才能夠給得到這個造物 而且市場 告訴你 你從哪個方向去發展 所以科學技術 之所以能夠造物人類 是因爲市場的關係 有一個市場制度 這樣安排 這個市場制度 為什麼改變了人類的發展呢 因爲在過去 在沒有市場的時候 仍然得到享受 要獲取權力 權力最大的就是皇帝 他的享受最高 然後是一品官 一直到有品之法官 老百姓是沒有享受的 所以這道享受 首先這道權力 而權力是有排差性的 你當皇帝我就當上了 因此人的出名材質 用在獲取權力 權力是排差性的 它是個聯合遊戲 老百姓就沒有了 所以人類發展 這個很長一段階段 人類的力量互相取消 當市場制度出現以後 人類的關係徹底改變了 你怎麽得到享受 你要賺錢 你怎麽賺錢 你要跟聯合合作 要雙贏 我也賺 你也賺 一個企業將在市場上賺了一百萬 不是市場少了一百萬 那恰好 還有另外一些人也賺了一百萬 我想要這道享受 我現在要讓聯這道享受 屬於個人的追求利益的動力 變成全社會發展的動力 這個調劃是空前的 現在我們就進步進行到這樣一個階段 市場制度的安排 不但解決著財富的創造 而且連國家之間 支援爭奪的戰爭都沒有辦法 因為有了全球積極的計劃 你可以在全球市場上購買 比如說日本它是個支援的窮國 它為了發展 它侵佔了我們的共產省 它套了共產省的媒鐵糧食 與木頭 它倒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它每一顆子彈 每一塊鋼鐵 飛機大炮 全都是當初的 日本是沒有鋼鐵的 現在呢 日本還是有支援中國 沒有任何支援 但是現在日本的發展 比二戰以前 發展還更好 更富有 為什麼 它不需要中國戰爭 它可以通過資源的購買 中國現在也走到這場 在全世界買了很多的資源 中國、美國、日本 還有德國很多國家 都要進口石油 但是從來沒聽說 中國和日本為了進口石油 就要打起來了 因為有一個市場才能安排 所以我說 市場制度 消滅了爭奪資源的國際戰爭 有人說現在南海戰爭奪 就是資源的爭奪 這個看法是不對的 我們跟菲律賓的爭奪 不是資源 是領土、主權、國家、尊嚴 這些爭奪是沒有解的 它是靈魂有器的 它總共分的理由 就不是我的 如果要講開發資源 不是靈魂有器的 那應該請企業將去談判 而不是政治將去談判 它一定能談成功的 對於市場制度 把我們人類帶到 下降價的一個階段 它解決了財富生產的問題 解決了共同發展的問題 但是市場制度 有些問題解決不了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就是市場制度的往而不勝 但是它本身不能解決的問題 要面臨到我們現在的困難 哪些問題不能解決呢 第一問題 就是市場制度本身 它需要有一個政治的安排 這個安排就是產生的保護 人權的保護 人生的保護 自由的選擇 公平的競爭 這是一個市場所必要的 而市場本身 並不能產生這個條件 只需要有一個政治的安排 現在全世界做得好的國家 就是產生保護 神仲保護 自由選擇 公平競爭 是做得好 他們的市場 比較完善 而在發展中 碰到問題的國家 都是這些條件 不具備 因此我們要使這市場 進一步發揮作用 就需要在政治安排上 要取得生產 這個問題 市場本身解決不了 第二個問題解決不了 我看 就是財富的分配問題 市場只能解決財富的生產 它解決不了財富的分配 因此在市場之路下 必然造成貧富超出越來越大 我們可以看到 像美國佔領華爾街的運動 一直波及到美國各個地方 甚至於歐洲都有這樣的響應 說明人類追求平整 是一個永遠的主期 而這個目標 市場不能給你提供 就需要市場之外的力量 什麼力量呢 一個是政府的力量 還有一個就是 非政府團體的力量 聯繫的力量 後來我說了兩個問題 不能解決 一個是政府安排 第二個是民主查理 第三個問題 就是環境有多壞 環境有多壞 環境有多壞 是政府的組織 因此我估計 我們未來的幾十年 一二百年 在這些方面 會有重量的發展 我想第一問題 我就談得到 第二個問題 談談中國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 現在我們到了什麼樣的位置 我們往往把三十年改革 開成一個階段 其實這不是一個 簡單的整體階段 它是一步步的變化 三十年以前 跟現在有非常大的不同 我想把這些不同 把它舉出來 使得我們對當前中國的問題 也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首先一個不同 在剛剛開始改革的時候 農民由幾億農民進城打工 這個幾億農民 在農村是吃不飽的 他進城打工 首先保護著吃飽 這些農民在農村的時候 一年也不過賺了第二百塊錢 所以他們從一個奴隸狀態 進入到一個市場狀態 就是好得不得了 簡直是吃飽的 還有錢 再苦再累的活 他也願意幹 但是現在三十年以後 進城打工的農民 已經不是吃不飽的農民了 而是八年後的人 甚至還有九年後的人 這些人有比較高的教育 一般都是高中畢業 至少是五十多畢業 原來的農民 大部分沒有多少文化 而且他們很多人 跟互聯網 他們知道 不但知道中國的事 還知道學外國的事 他們的權力意識 越來越強了 這個變化 使得我們的勞動力的貢品 既然這個目標 它的條件 孫存條件都改變了 這是一個變化 第二個變化 我想說說 三十年以前 沒有別的經濟 全都是國有的 而那個時候的國有經濟 這大部分都是虧損 虧損的負擔 變成國家的財政負擔 財政負擔 是負擔要把它要跑 所以政府 為了解決財政負擔 把這些國有錢把它賣掉 因此我們才有大規模的私有化 現在我們有 超過一半的企業 就是私營企業 但是現在我們的國營企業 已經不是虧損的 而是賺了非常大的錢 靠了他們的壟斷地位 賺了大量的錢 通訊 石油 金融 電力 這些行業 都是靠樓 賺了大量的錢 我們到中國的大城市看看 最漂亮的道路 就是整體行業 金融業 通信業 因此現在我們進一步的民營化 顯得非常困難 因為現在國有資產 變成政府的搖錢數 這是第二個不同 第三個不同 在改革開始的時候 我們全國人民的政治目標 是 勃亂反正 平反聯絞出案 現在我們的政治目標 是威文 要打一切 這個摸高的不同 使得我們在許多的政治方面 都受了變化 我覺得更重要的一個變化 三十年以前 跟現在的變化 就是現在出現了 非常強大的利益集團 三十年前沒有利益集團 現在有了利益集團 這些利益集團 經濟上的利益 它有特權 因此它變成一個特權基地 而且經濟上的利益 和政府上的特權 它們形成了一個非常牢固的結構 中國進一步要往前走 不打破這個特權 是很難有情形的 因為有了這樣一個 牢固的一個特權集團 使得社會有垂直流動性 非常多了 在三十年以前 很多人靠跑單幫發了財 現在垂直流動性非常得棒 本來是被重溫地上邊的萬元戶 那個時候 很多這個 受壓迫的 所謂的階級的人 勞改失望的 它們變得最有活力的一些人 現在呢 現在這個垂直流動性就非常小了 大學生畢業 你找工作都會困難 你有一個好機會 當了公務員 你還能熬個十年八年 能夠慰藉得熬到一個課長 垂直流動性使得一個社會有活力 或者沒有活力 收入差距擴大 當然不好 但是如果有很好的垂直流動性 它倒也不完全是個壞事 它鼓勵人 從低收入上升到高收入 而你沒有垂直流動性 你哪怕是一個小的收入差距 都會對社會導致更大的傷害 於是另外所有的談券 謝謝大家